海岸边掀起大浪 部分地区出现海水倒灌 树木也被吹得东岛西歪 渔民全员出洞 将渔船牢牢固定好 二十年来最强烈的热带气旋瓦油 将直扑印度西北部 古吉拉特邦首当其冲 许多居民开始打包家当准备撤离 还有人赶紧囤积饮水和食物 当局设置了七百个临时避难所 预计将会撤离沿岸三十万的居民 瓦油气旋威力逐渐增强 风数相当于一级飓风 总理莫迪要求各单位 确实做好防灾准备 目前印度陆海空三军和海岸警卫队 都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 学校也已经宣布停课到14号 印度人口最多的孟马也笼罩在暴风圈内 强大的风雨导致驴板击中路人 一名63岁的男子送医之后伤重不治 另外有两个人受到轻伤 印度东北部五月初才遭到了热带气旋 法尼重创造成了38人死亡 上亿人流离失所 现在瓦尼来势汹汹 让各界严正以待 记者组合报道